大陆这次阅兵武器当然是亮点 所以我们也特别请到军事专家 施夏伟先生来跟我们解说一下 因为这次大陆展示了很多新式武器 尤其是对我们台湾 还有日本这些周遭的国家 都构成潜在威胁的飞弹 首先我们要来看到的就是长箭矢了 2009年阅兵的时候 我们是第一次看到它 那么为什么台湾要特别注意长箭矢呢 请教夏伟哥 是的 因为像长箭矢 它这样大陆称为巡航导弹 我们这边称为巡翼飞弹 巡翼飞弹的意义在哪里 也就是它发射以后 其实就像一个小的飞机一样 它会飞向这个目标 而这个飞向目标的过程 其实用英文讲它是terrain following 也就是它是跟随着地形飞行的 那当然虽然台湾跟中国大陆之间 是隔着一个海 台湾海峡 但是它在跟随着海峡飞行的过程之中 它会贴到离海峡这个海面上 非常近的一个地方 这样的话其实会让我们这边的防空系统 非常难以去追踪跟捕捉跟标定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飞机 像群衣飞弹 其实你要把它看作是一个小的飞机 它在飞的过程中 如果它离了这个地面很近 第一 靠近海面的地方会有一些杂讯 然后你从上面往下看的时候 其实本身战斗机 或是天上的我们这个预警机 要找它这个飞弹的时候 其实本身就会送到海面杂讯的影响 第二 它本身很小 所以它的这个雷达反射结面体本身也就不大 这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就是说你今天那个雷达在扫描的时候 你或许你看到它了 但是因为它本身非常小 然后它的雷达反射的这个讯号不强 所以你的这个作战的系统很容易就忽略掉 或甚至于难以追踪跟锁定 在这个情况下 它就很容易就趁虚而入了 所以你看美国它现在在对任何一个国家 发动这个武装攻 武力攻击的时候 它首先一定会用像战斧巡异飞弹 或者说像那个公路的这种巡异飞弹来干嘛 有点像是一个踹门的这个角色 等于说把你的防空系统 把你的这个对 整个这样一脚踹开 踹开了 它好冲进去 后面的飞机从踹开这个缺口冲进去 所以对台湾来说 像长箭矢这样的巡异飞弹 它的射程又很长 从1500公里到2500公里之间 也就是它其实从大陆的东南沿海发射 不只可以打到台湾 甚至可以飞过去绕一个圈 打到台湾的这个后面 或甚至绕过台湾 打到台湾后方的那个第二岛链的 这个都已经快要几乎可以快够得到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上来讲 以像这样东风实行 或者说常见实行的这个巡航导弹 这个巡异飞弹 对于我们的这个防务上来说 其实是构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压力 而且它今天 如果今天它是采用这个同时异地 就是同一个时间 在很多不同的地方 同时大批发射的话 其实会对我们的这个整个防空系统 构成一个非常大的压力 而且我们看到还有 我们比较熟悉的是东风15B 对 这好像就是大陆部署在沿岸上 其实没是以台湾为假想定的这个飞弹 对 那中国大陆它在这一次的这个 纪念抗战70周年的这个阅兵之中 它的确从远到近展示了这个多款的这个东风系列的这个 那个地对地的这个弹道飞弹 那东风15 它的确当然是以目前它的射程来讲 它的射程大概是差不多500到600公里 这样一个区间的 那当然它这个射程 其实从大陆的东南沿海发射 对于我们台湾来说 其实那等于我们整个全岛都在它的这个射程范围之内 这是事实 而且其实在过去台海飞弹危机 它这个那个对我们进行试射的时候 它的这个东风11 东风15这样一个短程 地对地弹道的飞弹 就曾经从大陆的这个东南沿海发射 掠过台湾本岛上空 然后在那个台湾的这个基隆 还有台湾的高雄附近的 集中了这个它海上一个模拟的这个目标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当然毫无疑问的 以中国大陆它目前来说 约有大概1600多枚 1500多枚的这个飞弹里面 大部分 绝大部分是属于这个像东风11 东风15的短程地对地的飞弹 那这个短程地对地的飞弹呢 其实对我们台湾的房屋 当然压力会很大 那我们对这样的一个 东风的这个飞弹系列 特别是这种短程的 东风11 东风15 它呢现在手边 大概如果有1500枚的话 如果今天我们要靠 我们自己的力量 能够全部把它拦截的话 我们大概需要3000枚的 爱国者飞弹 那你说以台湾的这个财政上来讲 根本不可能买那么多 而且另外一点很不公平的是 一枚爱国者飞弹的造价 大概等于这个 那个三枚的这个东风的 这个11或15的这个飞弹 所以我们本身就比较贵 那当然你说 在这个情况下 那我们就完全不去管它了吗 那也不行 所以以目前来说 如果今天对于这样的一个 东风11 东风15 这样一个短程地对地飞弹 我们的有效的这个防御的措施是 首先可能会用 我们的这个具备战区弹道飞弹 拦截能力的 像那个爱国者3 爱国者2 还有我们这个未来 自己要做的这个天宫三型 这三种飞弹 去拦截掉第一波 或至少第二波 拦截掉这两波以后呢 那后续的就要有空军的兵力 然后渡海 或是由我们现在所研发的 类似像万箭弹这样的武器 飞到这个对岸的这个 那个领土上方 然后去到它这个 那个飞弹的这个储藏地 发射点等等 去从空中加以攻击 才能够断绝它后续 对我们继续发动攻击的这个能力 那当然除了东风15之外 它这次也新展示了一款 现在大家在营物上看到的 东风16 东风16是什么呢 它其实有个外号 它的外号叫做冲绳快递 对这个为什么叫冲绳快递呢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 东风15A 东风15B 这个射程大概差不多 六七百公里 这个范围之内 但是现在这个新的东风16 它是单捷的这个飞弹 它的射程达到1000公里 1000公里 你从大陆东南沿海 发射的意义是什么呢 就代表它冲绳 流球全境 在它攻击范围之内 甚至于可以打得到 部分的九州 那这个飞弹它本身呢 它对地的攻击来说 它跟过去 我们刚刚讲到 前面的东风11 东风15相比 它的这个弹体 弹体的直径有加大 而且弹头也有增强 所以它本身 你不能把它很简单的 简单的看作是 过去短程的东风11 东风15的性能提升型 而是一种全新的弹种 那这个弹种 其实对于它整个美军 或者说是日本自卫队 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 如果是周边 日本这个 台湾周边有事 或者说日本这个 整个防卫周边的 这个有事的这个状况 美国跟日本要介入 这个区域的冲突的话 对于美国跟日本来讲 都必须要严加提防 这个飞弹的事 好 我们刚刚看到 是对台日的威胁部分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 是针对美国的部分 东风21是中国大陆 中程飞弹的主力 上一次阅兵 我们看到东风21西 而且今天我们看到 还有新型的21D 据说美国海军 也特别关注是吗 对 其实他们这次 展出了这款东风21D 那个21D外号有一个 这个外号叫做航舰杀手 什么叫航舰杀手呢 因为它这个飞弹本身 它是研发的过程之中 它最主要就是要 能够用来制止 美国它要来介入 这样一个区域冲突的 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利器 因为美国它为什么 能够纵横漆海 等于说或者说 甚至于打遍全球无敌手 很重要它有一个航空母舰 一个航空母舰的战力 大概等于这个世界 这个平均来讲 大概超过70%的 国家的这个战力 一个航空母舰打击群 上面战斗机力量非常强大的 那特别是在1996年 台海飞战危机的时候 那时候美国派了 两个航舰战斗群 尼米斯号从南边上来 那个独立号从东边 到了台湾海峡的北部 台湾北部海面 当时让中国大陆的解放军 以及中国大陆的政府 受到非常大的一个冲击 所以他们从那个时候 开始就认定 就是说如果你要制止 制止美国的兵力 介入台海周边的话 你一定要有办法 能够击毁它的航空空间 这是第一重要的一个选项 所以他们开发了 这个东风21D的这个飞弹 那东风21D的这个飞弹 它整个飞行的这个过程 因为弹道飞弹 它从飞行发射以后 它会进入这个 大气层的这个边缘 就是我们称为 这个地球轨道这个阶段 地球轨道这个阶段 往前飞 飞到那个目标之后 它才从地球轨道上方 这样冲下来 那个时候 它前面进入 重新进入大气层 攻击的那个 我们就要称为 这个重返大气载具 那这个重返大气载具 它这个东风21D 厉害的地方就是 它这个在整个飞行的过程中 它可以进行一个变轨 也就是说今天我 海面上的这个 美军航空母航的护卫舰 这些神论舰 它能不能去抓 这个天空的飞弹 其实抓得到 因为从台海飞弹危机的时候 那时候美国海军 最老的一艘 具备垂直发射系统的 碉堡3号巡洋舰 那时候把那个整个 弹道飞弹追踪的软体 更新以后 它其实就在 我们高球小流球外海 清楚地抓到 当时试射到 我们高雄港外海的 这个东风飞弹的 这个飞弹轨机 所以抓得到 抓得到 那如果你只要有 适当的飞弹 代表你有能力拦截 美国现在也有 适当的飞弹 但是它 在整个飞行的过程中 当中国大陆知道 你有这个飞弹 可以拦截我的时候 你有你的张良记 我有我的过桥梯 所以那我就研发 这个东风21D的这个飞弹 让它能够变轨 然后能够 抓不到 对 让你不容易抓到 然后在重返大气的时候 它用一个比较高的 那个螺旋的这个速度 那个抓下来 就它在这个阶段 它能够去搜寻 海面上的航空母舰 然后把它描定 标定之后加以攻击 那另外像东风26 它这是一个核长 具备的一个飞弹 也就是说它可以具备 核弹头 也可以具备 那个传统弹头 这个东西 如果拿来打 这个美国的航空母舰的话 会比东风21D的 这个威胁度甚至于更高 而且它还可以 打得到那个关岛 所以这个26这个飞弹 又有个外号 叫做关岛快递 关岛快递 那东风31A 它的意义又是什么 好 东风31 是中国大陆做的一个 那个机动型的 这个洲际弹道飞弹 那这个洲际弹道飞弹 顾名思义 既然要洲际 你就要能够从亚洲 打得到美洲 那才叫洲际 所以它的这个射程 高达那个1万 甚至1万2千公里左右 而且它是采取一个 机动发射 它这个后面 那个东风5 那是一个固定阵地的飞弹 其实固定阵地飞弹 在打战之前 全世界也都知道你在哪里 那是列为第一攻击的对象 但是像这样一个东风31A 东风31甲 你看它是用车子拖着到处跑 也就是说 如果你要能够精准地 掌握到它的发射阵地的话 你其实在实战的过程中 并不容易 而它发射以后 它采取用那个多弹头 它发射进入地球轨道之后 然后在那个整个飞行过程 甚至最后要攻击 这个美国本土的话 它现在是打得到 利用东风3级A 是打得到美国本土的 所以对美国来讲 这个飞弹 是代表中国核威慑能力的强化 也就是说 今天你核威慑要能够有用 有用的话 就是今天你能够打我 但是我也能够打你 我们相互具有保证 毁灭对方的这个能力 这个时候核威慑才会有效 中国大陆现在有了这个东西 代表我今天对美国 也有核威慑或核反制的一个能力 是 谢谢夏伟哥 所以我们看到 今天这场盛大的阅兵 某个程度 其实就好像收入一样 因为已经说了 其实它大部分是 大陆国产主战装备 也显示了 大陆会从武器输入国 成为武器出口国